新加坡社最大宗洗钱案的被告苏文强被加控7项控撞 新控撞的总额约47万7千元 当中一大部分用来支付他租下的公寓及有地住宅单位的天价租金 32岁的柬埔寨籍被告苏文强今天29日通过视讯方式出庭面控 停上揭露 他被加控7项控撞 其中包括6项抵触贪污、贩毒和严重罪案没收利益 法令的控撞及一项抵触刑事法典第474节条文 持有伪造文件或电子记录的控撞 他目前一共面对9项控撞 新控撞指他从2021年10月到2022年4月之间 把在设在菲律宾并专为中国人服务的非法远程赌博服务的收益 用来支付位于乌捷路的乌捷三翠林一个22楼高公寓单位 以及位于鲁伊市路一个有地住宅单位的租金和押金 总共359,877元 据估计每月租金上万元 其他新加控的控撞则指他在2021年11月到去年8月之间 在本地购买了24样包括包包和首饰在内的奢侈品 以及30瓶贵州茅台酒和12瓶苏格兰丹麦威士忌麦卡伦 警方在去年8月15日逮捕10个涉及这起本地最大洗钱案的嫌犯 苏文强是其中一人 目前涉及这起洗钱案的总款项已经突破30亿元 苏文强也面对一项持有伪造文件的控撞 只他在2021年12月持有一份显示他和妻子苏彦平 在2018年5月20日与中国注册结婚的证书 但实际上这份文件是伪造的 控撞指他有意将这份文件提交给人力部 为妻子申请直系亲属证 早前的控撞指他将赌博网站收益中的50万元 用来购买一辆马赛迪轿车 当局也曾起货总值超过60万元的现金 这些款项被指示涉及非法远程赌博罪行的收益所得 苏文强的案件将在下个月1日进行审前会议 他被令还押 不得保释 还押至今已有5个月又是4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